想問你登記做選民嗎? 好像登記了 登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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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現在選區有多少個? 我想很多於五個吧 不敢肯定 多少號要投票? 19號 19號 記得投票了 是啊 我記得 Casper局長 收到封信說現在的投票站和以往的偏配不同 有街坊都問新選制後有多少個選區 12月19日是立法會選舉 地區直選方面會由以往的五區變成十區 每一區都會是商議席單票制選出兩位議員 好像我現在身處的拆圍幹街 就是新界東北和新界東南選區的交界 同速三年區議會 左邊的就是余田園屬於新界東北選區 而在右邊的就是余翠園屬於新界東南選區 選民要記得留意 現在馬鞍山這裡就是新界東北和新界東南選區的另一邊交界 馬鞍山和西貢屬於新界東南區 而對面的沙田市中心 大學和白石角等等就屬於新界東北區 而皇大選區新黎花園 還有東南部好像彩虹等屬於九龍東的選區 旁邊的黃景花園 和西部部的新蒲江 環頭嵌等都是屬於九龍中的選區 除了剛剛提及的沙田區和皇大選區 另外元朗區西北部 包括天水圍、夏村、新田 以及平山部分範圍 會被滑入新界北選區 而元朗區東南部 包括元朗新市鎮、十八鄉、錦田 和平山部分範圍 就會納入新界西北選區 值得留意過去離島區選民屬於新界西 在新制度之下將會被納入港島西選區 各位選民 你要好好留意自己所屬的選區 除了選區劃分有不同 選區制度 都由以前的比例代表制 改為商業值單票制 那即是要吸兩個選票嗎? 不是啊 今次的選舉 仍然是地區直選一人一票 千萬不要手多選多過一個候選人 地區直選一張選票給一個踢就可以了 一、二、一、九 一人一票一踢